大家好我是Pia格 今天這支影片是接受了阿滴的邀請 來做一個好家在我在家的串聯影片 那主要會教大家用彈力帶 做一些非常刺激的居家訓練 這次的訓練主要會分成了胸背腿三天 來做一個循環 那我們每一個都把它練完 會可以讓你就算待在家裡 還是可以給肌肉足夠的刺激 讓你維持住你的肌肉量 我們廢話不多說就直接給大家看下去 我們第一天主要會練的是我們的背部跟我們二頭肌的訓練 主要會有五個背的動作 還有兩個二頭的訓練 那我們就直接練下去 第一天背加二頭 第一個動作是雙手曲體滑船 彈力帶套在腳底的中段 重心的位置 做一個屁股向後推 膝蓋微彎的動作 手放在身體兩側 手肘向上拉 帶動肩胛骨收縮 第二個動作是單手曲體滑船 如果是要做右手單臂滑船 首先先將我們的彈力帶套在左腳上 右腳向後踩一步 做一個單腳羅馬硬舉的動作 穩定好身體後 右手手肘向上拉 帶動肩胛骨的收縮 特別注意的是骨盆不要旋轉 如果我們的骨盆控制好的話 可以加入胸椎的旋轉 讓整個背肌收縮的更完整 向下放時建議往左腳延伸 讓背肌延伸到最長 直臂下拉 先將彈力帶設定好一個高度 高度建議是比自己的身高略高一個手腫 一樣是做一個屁股向後推的動作 穩定好身體 固定好手腕以及手腫 將彈力帶往骨盆的方向拉 曲體滑輪下拉 延續剛剛直臂下拉彈力帶的高度 以及髖關節彎曲的角度 將身體與彈力帶變成一直線 手握的位置比肩膀寬一個拳頭 設定好位置後 手肘將彈力帶拉至下巴的高度 俯身飛鳥 將彈力帶放至腳掌的中段 一樣是做一個髖關節向後推的動作 手抓著彈力帶 利用手肘以及手腕 做一個向後外展的動作 站姿二頭彎曲 將彈力帶踩緊後 手放在身體外側 掌心朝上 做一個二頭彎曲 安手垂式彎曲 這個動作我們換成單邊 手腕轉進來 讓右手手掌朝向左側 像是拿牙菜刀的方式 做一個垂式二頭彎曲 我們第二天主要會練的是 我們的胸肩跟三頭 那主要會有三個胸的動作 兩個肩的動作 跟兩個三頭的動作 一樣是七個動作 把整天練完它 第二天 胸肩三頭 第一個動作是地板握推 屈膝仰躺在地板上 將彈力帶繞過肩膀以及背部 下放至胸線的高度 上推至肩線的位置 並且加入手腕靠近的動作 單手飛鳥平胸 將彈力帶套在與胸線一樣的高度 手腕以及手肘的位置設定好 將彈力帶往中間做一個夾胸的動作 單手飛鳥上胸 將彈力帶設定在大約髒關節至膝蓋的高度 做一點屁股往後推膝蓋微彎的動作 將彈力帶由下往上 由外往內拉至身體的中間 坐姿肩推 用腳踏緊彈力帶 起始動作將彈力帶帶至下巴的高度 前臂垂直地板 向頭頂的位置推 過程中軌道會有一點往斜後方向推的樣子 並且往斜前方放 單手側平舉 單腳踩緊彈力帶 手掌抓緊彈力帶 固定好手腕以及手肘的位置 將彈力帶往身體的外側抬高 我們可以使用不同的角度抬高 刺激各個角度的三角肌收縮 站姿三頭伸展 預備時將彈力帶放到身體後側的部分 手肘固定好位置後 將彈力帶往頭上做延伸 下放至後腦筒的高度 單頭下壓 將彈力帶套在比身體高一個手肘的位置 做一個寬虛的動作 手的位置放在身體的外側 固定好手肘之後 將彈力帶往下壓 好我們最後一天呢 練的是我們腿跟腹肌的訓練 這一天會非常的累 因為我們練的是下半身 那主要會有四個下半身的動作 加上兩個腹肌的訓練 練完它的話 你應該會全身血力非常的順暢 然後感覺是真的有流到汗 真的有訓練到的感覺 第三天腿加腹肌 第一個動作是深蹲 腳踩緊彈力帶後 將彈力帶繞過頭部 放在背槓的位置上做深蹲 如果是初學者不會背槓的話 可以將彈力帶放在胸前 像酒杯深蹲的動作一樣 保加利亞蹲加彈力帶的推拉 找一張椅子將後腳抬高 前後腳的重心大約是7比3到8比2 做一個單腳蹲站的動作 如果要增加難度 可以在門上板上彈力帶 加入核心抗旋轉的訓練 向上暫時手往前推 下蹲時手縮回 單腳羅馬尼亞硬舉 我們先設定要做 左邊的單腳羅馬尼亞硬舉 右手拉彈力帶 重心放在左腳 右腳向後踩一小步 腳跟墊起讓腳跟可以朝向天花板 啟動左邊的髖關節向後推的動力 當屁股沒有再繼續向後空間的時候 就可以暫停了 然後再用左邊的臀部跟後側 推向前的動力站起來 單腳寬外展 將彈力帶放在我們的腳踝 身體向側面站 然後讓我們的腳 往身體的外側抬高 並且可以加入往後往外轉的動作 更可以提高我們臀肌的感受 彈力帶抬腿 將彈力帶設定在低於膝蓋的位置 腳尖勾著彈力帶身體陽躺 手撐在地板 讓上半身大概彎曲60-70度 利用下腹部的力量將膝蓋靠近胸口 二螺絲轉體 我們一樣擺成陽躺的姿勢 屈膝上半身設定在60-70度 固定好骨盆以及下肢 上半身做一個左右旋轉的動作 如果要負重的話可以使用書包 裡面裝滿書來當作負重 以上就是我們三天一個循環的訓練菜單 那假如大家有空每天都在家裡的話 你就三天一直一直循環 你要練七天都不是什麼大的問題 那我們每個動作就大概抓三到四組 每一組都盡量把它做到力節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彈力帶不是什麼非常高強度的一個器材 所以我們把它做到力節的話 對你的肌肉刺激會比較的有效 最後呢就希望大家每一次就多待在家裡做這些訓練 那我們下週也會推出一個徒手訓練的訓練課表 所以假如大家沒有彈力帶的話可以期待一下 那其他的YouTuber呢也有做一些在家裡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假如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下方資訊欄 看一下其他YouTuber做的東西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們